《肖战扬子余生》热播结束,网播成绩三年内排11,湖南收视年度第三。 由肖战和扬子主演的都市情感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,虽然拍完两年时间, 但是没想到一部现代言情电视剧居然在两年之后获得如此好的成绩。 除了剧情过硬之外,肖战和扬子的号召力也不容小觑。 在播出期间,德文持续破2,微止破2亿,V榜上面更是长期登顶, 另外猫眼热度以及云和数据等等榜单都有不错的成绩。 该剧虽然已经大结局近一个月时间,但是官方设定的热播期却才结束, 热播期是持续到非V完结后14天。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余生请多指教总播放量已经突破了40.48亿, DVD也有7000万的播放量。 根据32集的数据来算的话,单集平均播放量达到了1.2868亿。 这样的成绩,排在播出平台2022年度第三名, 仅次于热播剧雪中汉刀行以及开端。 从相关统计榜单来看,播出平台近三年的播放量, 肖战一部陈情令排在第17名余生请多指教的成绩可以超越龙岭迷枯来到第11名, 如此一来斗罗大陆下滑一名来到第12名。 所以说肖战现在有剧播出就是有效营业, 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吧。 另外余生请多指教在湖南卫视上新收视率,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也排在湖南卫视的第三名, 仅次于完美伴侣和小敏家。 目前来看余生请多指教之后的两部剧收视都扑接, 不知道后面是否有所好转呢? 因为余生请多指教在国内成绩非常突出, 在海外有很多粉丝在询问。 现在该剧已经官宣定档韩国某电视台, 连肖战和杨子都发布VCR进行宣传。 另外,海外多国也对余生请多指教进行了详细介绍, 看来一户一味走向全球化即将实现。 02.杨子多部剧在韩国热播, 被称赞是秀智和爱余的结合, 30岁还有婴儿肥。 杨子多部剧在韩国热播, 他被称赞是秀智和爱余的结合, 30岁还有婴儿肥。 最近杨子有两部剧《女心理师和余生请多指教》 被韩国买下了版权, 目前两部戏预计5月份先后播出, 很多韩国人十分喜欢杨子的外形, 在当年湘米沉沉浸如霜在韩国热播之后, 他的长相被韩国媒体称赞, 是秀智和爱余的结合, 可以说是少女感的巅峰, 十分可爱又有灵气, 甚至不少韩国少女表示希望长得像她这个样子。 国外的审美大不相同, 比如大热的女星当中, 泰国喜欢杨密迪丽热巴这种明艳型的, 与当地的混血美人多有关系, 而日本喜欢某爽这样轻利的, 韩国认为某冰冰与杨子是两种美丽的代表, 欧美则喜欢大气的, 比如像巩俐这一类的, 南美等热带喜欢能歌善舞的, 当然她们都是美人, 只是每个国家的偏好不一样, 韩国很喜欢杨子, 与她们现在白又瘦的沈梅有关系, 杨子的少女形象深入人心, 成为韩国最近几年内买版权最多的女明星。 相比金泰西、孙义珍这样的美人, 韩国大众更能接受邻家少女气质的女星, 向秀智, 爱余还有最早的尹安慧, 张纳拉等女星, 差不多都是这个风格, 可爱又有魅力, 虽然杨子经常自嘲自己有一点胖, 圈内女星都是80至90斤, 只有她是三位数, 但韩国人认为杨子已经30岁了, 脸上还有婴儿肥, 饰演大学生也没有违和感, 是十分被祝福的长相了。 韩国比较喜欢的动物系长相中, 十分偏爱狗猫兔子, 其中狗系的女名像孙义珍, 长相有亲和力, 猫系是金泰西, 整体外形十分精致, 兔子系是爱余和秀制, 有一点萌萌的可爱, 而杨子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兔子系长相, 下巴尖淡脸上肉嘟嘟的, 眼睛有神皮肤白, 有像小兔子一般的无辜感和机灵近, 所以杨子很受韩国人的喜爱, 她的这种长相有清澈透亮的纯真感, 相比起身材销瘦, 日韩更认为美女的皮肤和气质更重要, 相比五官的精致感, 日韩更喜欢有独特的魅力, 基本上韩国最认可的美女, 并不是在亚洲有知名度的宋慧桥和女团, 而是气质突出的孙义珍和金泰西, 两人即使嫁给了人气很高的男明星, 媒体也认为是下嫁, 年轻一代的女星中, 秀制和爱余,金高银等女星, 虽然没有标准的五官, 但被称为初恋型女神, 杨子被韩国人认为结合了秀制和爱余的优点, 像秀制一样清纯标志, 又像爱余一样可爱懵懂, 加上性格又活泼有趣, 曾被韩国记者称为最想访谈的外国艺人, 也是不少综艺节目最想邀请的国外明星, 而上一个这样待遇的女明星是王祖贤, 而欧美媒体称杨子是看不出年纪的女明星, 好像18岁的学生, 五官十分生动, 眼睛里有小星星, 是一个让人感觉永远不会长大的女生。